到达四级 赵鱼抢一波 没抢到一个 扎起对面的那个路 向直接秒掉 莫子开大招 定住了对面的一个赵鱼 赵鱼现在是四级的 我们看一下这里 攻本继续追 追对面的一个 鸽子 扎掉 万一我们看这波正面团战 突破五张一个大招 坐到了对面的下航队身上 但是大可露露现在伤害 有些不够 没有技能 应该处于身体当中 这句话 敏玥一个大招 躲掉无数技能 强切被打成残血 这个地方诸葛亮很危险 要被带走一个精神 躲掉了伤害 还是被斩杀死 看这边小鸟突进 带走了对面的一个敏玥 剩下一个张飞 估计也是在劫难逃 直接 让这个鱼姬的输出位置 打得非常出口 攻本五张直接赶上 一个大招大了下来 感觉兄弟有些不够 回撤一下 诸葛亮 这个大招开得好及时 看看 这么大的股本 敏玥这边能不能收掉 斩杀有没有 这波子弹没有打到 但是队友 没有跟上 尖利张飞 还好是 一个打锁出来 不够五张没有大招吗 看看有没有什么跳出来 好像没有大招 已经开了大了 没错 一张招一个板大 阿泰这边被粘 但是边打边撤 一发炮弹被弓短的墙给挡掉 这时候的话 简缘两人有点难打 所以改进了的话 看一看 弓本是有大招的 但是德沙的坛力大起来 你们就会秒掉 但赵云这波扎有点危险 直接大到了人群当中 招被一个大吼出来 承担了无数的伤害 狗本武装继续突进 但是血量瞬间变残 没错 鱼姬和莫子的一个伤害 非常途没人切的 此时赵云才要去关注莫子 但是莫子一个大招留住 这一波的话 Sweepers在没有人限制 对方双出出的情况下 被打了要一波 能不能困面 我看一下赵云能不能走 你看人 掉了 这样一波 反打XQ是占据了优势 拿到了一波 一万五 这就推到任何人 然后我们看正面 然后一个大招 大到这边的夏侯敦 在别的话 德沙也撞了过来 看看对面的纳克路是不在的 赵云能扎到漂亮 直接带走这边的一个鱼姬 德沙是追着这个诸葛亮 不放啊 是的 那么莫子的话 已经慢慢熬撤了 此时我觉得这封团 不应该再打 7杀一个人 黏着对方的诸葛亮 神子还换掉 还扎掉了 是 那7杀我们看看 二技能cd如果好的话 还能打一次免伤 一炮云到一个 继续往前连 再一个被动技能 回来接大招 看看莫子三人 莫子还在输出 再一炮 这边的话 纳克路已经倒下 但是这样的有点危险 中午冰尘已经进入到河道 这波直接打了一波一万五 这马上抓人的话 就是四五个扎 看这边一发扎 他扎到了菊又金 菊又金很危险 直接被带走 对于对方的扩手不及几率 打得很低 阿泰这边 能收掉吗 还好一口吃掉奶了回来 一刀 没有批到 一刀 一刀作死 但是这的话杨姐赶到 是 还刷新是一技能 二技能晕到 再一个沉默能不能打出来 再往前大进行来 没有刮到人 这一技能一个闪现 直接收掉主要 非常漂亮 再往前 阿泰森继续连 有这样一个 梦魇之下的效果 正面 菊又金被花木兰 砍掉半血之后 再一刀 有闪现 有闪现 没有闪现 花木兰要危险了 一个大招挡住 关于二技能 漂亮 直接终结 没错 同样的话 正面杨姐对上敌方之后 双方都有一个斩杂效果 关于回推大招 还好 右口右泪还没顶 好 我们看来 这边 陶操会不会被 没张飞 还好一波 这波很有戏 看一下这边花木兰 反过进去就签了 短阶形态被关于推 还好 不知火舞在外围输出 非常的舒服 没人管不知火舞 赵云这把扎扎都对面 两个人 这边表达 然后火舞的话 继续往前进 扇子不停地在扔 我看一下 应该是杨姐阵亡了 是 祝国梁这边出来之后 二技能再往前 杨姐还没死 在晕 我们的赵云 直接是 直接抢拆水晶 要爆了 我们恭喜X2 1比1占平 飞 我们的扎一波 这里的话 达摩很危险 达摩 没差一招才能斩杀 非常漂亮 达摩闪现 一个锤头没有锤出来 还好这波进化交得快 但是小乔的位置很尴尬 还好是一个大招 给到复活站起来 扎那人群当中能不能走出来 不行 马可波拉在旁边大招进场 祝国梁直接被秒杀 我看一下 这边攻门武藏和赵云的位置 非常不好 但是强阻 还是被秒 赵云还被反秒 这样的话如果一波 包 看看又秒的达摩 再往前对空门上 反手大招 小乔的后终 所以输得非常安逸 他以真人一个大招 复活了三个人吗 两个 还往前 继续收割 还好亏力躲掉了 突然的话 这波就炸了 真的炸了 你看先手开团点 往前包 但是散过来被消耗很疼 赵云这边 不过甲上去卖一波 大招回来 股本要被大了 是的 这边的话赵云学来很残 空门一下反手大招 小乔和马可波拉会是非常安逸 但是此时达摩往前 没有开出大招 还好继续往后打 小乔被收掉了 后面那个哪吒是牵住对面三个人 剩下只有两个人了 对面SWIPER还是存活五人